我们可能有最强的军队,但是他们有最强的军队 结合朝鲜战场的特点,创新了很多新的战术 其中迂回穿插战术,夜战,伏击战,以及坑道战术 则是我军经常使用也是效果最好的 有美军老兵回忆,在当时的朝鲜战场上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担心,自己的周围会冒出无数中国军人 往往他们出现的地方,总是联合国军意想不到的 不管是一望无际的大道,还是重山巨岭的山坡 志愿军总能找到最野秘的地方埋伏 等敌军走入包围圈时,再突然发起进攻,将美军打得措手不及 我军的穿插战术则是最令敌军头疼的战术之一 这个战术的原理就是找到敌军作战部署的弱点 之后我军部队快速穿插进他们的大后方 而达成这个战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快 可当时整个朝鲜的制空权都在美军手里 他们的轰炸机和侦察机在白天成群结队地飞在朝鲜上空 所以向敌后穿插时,志愿军必须通过山林、小路、秘密行军 但战士们只用两条腿,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齐齐三所里,齐齐德川,齐齐武林桥 每一次穿插作战都在刷新着美军的认知 1950年11月26日,为了切断敌军的退路 国军打算炸毁武林桥 于是志愿军第38军接到面临,需要秘密派出一小股部队 迂回穿插到敌军纵深的武林桥 可这次行动却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第一是战士们需要奔袭的距离太远 第二是他们需要携带大量的炸药、负重型军 此外,在这一路上还有多个敌军哨卡 但最后,经过一天两夜集行军180度公里 我军抵达了武林桥 在一番激战后成功将其炸毁 而在接下来的三所里战斗中 才是彻底让38军封神的一扇 为了阻击南逃的美军 志愿军第38军1130接到命运 必须要在14小时内穿插到145礼拜的三所里 起初军长梁青初听到这个消息时 他眼含着泪光 认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当1130的战士们在听到这个命令后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 背起钢枪向三所里集清军 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战士累得吐血倒地 可他们嘴里却呢喃着 就算死都要死在三所里 终于经过一夜的奔袭 我们先与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抵达三所里 最后阻击了美第九军 38军创造了人类轻步兵的奇迹 在战后 彭老总更是高呼他们为万岁军 志愿军的迂回穿插战术 令无数美军胆寒 更让他们震惊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中国军人只凭借两条腿 是怎么跑过他们机械化部队的 而志愿军的巅峰战术远不是这些 朝鲜战场的夜晚 给无数美国大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那是因为志愿军的夜战 曾让美军不敢入睡 志愿军为何是轻步兵巅峰 军事专家研究后 发现这三大原因 是志愿军打赢康姆元朝的关键 在康姆元朝战争中 我军的进攻多是选择夜间发起 这是敌军最疲惫最松懈的时候 他们的炮兵无法精准的辨认敌军方向 飞机也不能进行轰炸 这就意味着美军火力和机械化部队的优势 被大幅度削减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利用户兵抵抗 为了保障陆朝驻战的突然性 1950年10月19日 在没有欢送仪式 没有喊口号的情况下 志愿军趁着夜色跨过了亚禄江 以至于美军首次遭到志愿军的重创后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 还一口咬定 这只是战斗力稍强一点的朝鲜人民军罢了 纵观整个抗美援朝的战役 火军发起进攻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夜晚 从与联合国军的第一次交锋 云山战役开始 到朝鲜战争的最后一战 金城战役 都是在夜间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 在这些夜袭战中 志愿军随时都可能从四面八方冲出来 打得敌军措手不及 联合国军的很多王牌部队 就是多次在黑夜中覆灭的 而志愿军除了地表的各种战术 还有深入地下的坑道战 在中美刚打响的阵地战时 美军的火力异常强大 泛弗里特的弹药量 一度让志愿军的阵地上 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石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 火军将坑道站搬上了朝鲜战场 而北朝鲜多山的地势 更是为志愿军的坑道站提供了有力条件 其中让美军吃苦头最多的 就是上甘岭战场上的坑道站 在美军疯狂的轰炸下 志愿军几乎所有地表攻势都被炸毁 无奈之下只能转移进地下的坑道中 战士们经常会在夜间出来抢回阵地 据战后统计 在整个北朝鲜境内 志愿军构筑的大小坑道 一共长达1250公里 挖出的嵌行和交通行 总长6250公里 甚至比长城还有长 因此战士们将我们的坑道成为地下长城 而这么大的工程 竟然都是志愿军战士人工挖掘的 土木作业是我军必须具备的技能 坑道工事修建以后 我军的上方率大大降低 美军的指挥官都无奈地感叹 除此之外 志愿军依托坑道 还发起了冷枪冷炮运动 在当时的上干岭战场 志愿军中涌现了多个身枪手 他们有的一个人为单位 有的以小组为单位 最后将美军打得 连解决生理问题 都不敢跑到攻势外 我军还打出了 在世界十大狙击手中 排名第一的张逃方 和命中率最高的冷枪之王 邹西翔 在整个冷枪冷炮运动中 志愿军取得了不菲的战绩 去战后统计 我军共必伤敌军5.2万人 当然志愿军能被称为 世界轻步兵之王 学不仅仅只因为 他们对战术的极致运用 我军战士坚不可摧的意志 和单兵作战能力 也是让敌军胆寒的原因之一 这时美军怎么都想不明白 为何他们武装到牙齿 却打不赢装备落后的中国军人 那是因为 数百万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 不具任何敌人和困难 志愿军为何是轻步兵巅峰 军事专家研究后 发现这三大原因 是志愿军打赢抗美人潮的关键 第二个原因 就是志愿军钢铁办的意志 1950年11月4日 志愿军第38军112师 135团接到命令 前往飞虎山 切断美第8集团军的退路 而美军为了逃命 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他们向志愿军阵地打出的炮弹 平均下来每天都有5000多把 但这时的335团 却已经到了弹尽两局的困境了 甚至只能靠石头冲击 尽管如此 志愿军战士还是坚守了飞虎山 五天五夜 在此期间 他们共打推了敌军57次的猛烈进攻 在38军的风神之战 松古风战役中 335团三连 战至最后只剩下了7个人 面对再次冲上来的美军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地向着敌军冲去 没有子弹 他们就用枪托石头 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样有意志力的对手 任凭谁来了 都会感到害怕 在长津湖战役中 志愿军战士为了伏击美军 要趴在零下40度的雪地上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 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 他们是怎么潜伏在那里的 直到牺牲时 他们还依然保持着战斗姿势 这样坚不可催的意志 就连对手都不得不被他们折服 为了能取得胜利 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自己 战士们钢铁般的意志 就是中国军人 为什么能百战百胜的军魂 军事专家研究后 发现这三大原因 是志愿军打赢抗美援朝的关键 第三个原因 就是志愿军战士强悍的 单兵作战能力 在整个喀姆元朝战争中 火军涌现了无数的战斗英雄 传奇英雄刘光子 曾一个人扑鲁63名敌军 在上根岭战役中 志愿军新兵呼吸道 一人一枪坚守阵地 两天两夜 打对敌军 四十多次的进攻 独自兼敌二百八二多人 数以万计的志愿军战士 为了我们的祖国能和平稳定 为了让后备不再打仗 他们甘愿牺牲自己 就算面对的是武器装备 军事实力一流的联合国军 这些最可爱的人 还是没有丝毫畏惧 使用落后武器 将联合国军打回了老家 让新中国 从此屹立于世界之邻 让我们向伟大的志愿军战士 致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